UPDF是我最近发现的一款Mac平台上的PDF编辑工具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这款软件的界面设计 没有那么直男审美 可爱又清新 用它打开一个PDF文档 进入阅读器模式 顶部可以添加多个标签 用来同时打开多个PDF文档 也可以把标签页单独拖拽出来 然后左右分屏显示 就跟我们操作浏览器是那样 这个操作界面也非常漂亮 不过也跟我之前用过的几款PDF工具有一点不太一样 大多个PDF软件会把功能和工具菜单 放在窗口的顶部 但是UPDF把这些功能菜单 分散在窗口的左侧顶部还有右侧 而每个位置的功能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我觉得这样的布局方式 既能够让软件的界面看起来更加简洁 也能够让我很快地找到想要的操作 功能切换按钮放在了最左侧的竖排 依次分别是阅读、标注、编辑还有组织页面 并且分别可以通过用快捷键 CMN加123数字来切换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快捷键的切换方式 选择不同的功能 顶部的工具栏也会切换成对应的功能工具 左边最下面的两个按钮分别是碎略图和书签 同样可以通过对应的快捷键快速打开 接下来我们快速了解一下这几大功能 默认打开PDF就是阅读器视图 可以在顶部的菜单栏这里选择四种不同的显示方式 当然也是支持快捷键切换的 在顶部工具栏有一个幻灯片播放模式 打开就会进入全屏模式播放 就给我们播放Keynote或者是PowerPoint演示那样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使用激光笔或者是画笔 按CMN加1会进入注视功能 也叫做标注 顶部一栏会显示各种注视的工具 目前的版本有14种工具 比如添加高亮 下滑线 波浪线 文本注视 还有签名工具等等 形状工具可以在页面上添加一些形状 形状的边框和填充的颜色都可以单独定义 非常灵活 贴纸工具也有非常多可爱的贴纸可以供我们选择 这里多提下这个签名工具 软件提供了三种创建签名的方式 用初空买写签名比用鼠标要方便的多 你可以试一试 如果我们想查看或者管理当前PTF文档的全部的注视 可以点右下角的注视按钮 当然也有对应的快捷键 接下来我们按Command加2 切换到编辑文本和图像功能 用UPDF修改页面上的文字非常简单 在文本上点一下就可以进入修改模式 比如修改文字的字体 大小 对写方式和颜色等等 就跟我们平时操作握的时候一样简单 图片也可以修改 比如移动图片的位置 修改图片的尺寸 悬转角度 裁剪 或者是替换成其他的图像 当然也可以在页面的任意地方 添加我们自己的文本或者是图片 最后我们按Command加3 进入组织页面功能 在这里可以修改页面之间的关系 增加拆分或者是删除页面 软件还提供了很方便的页面选择方式 比如通过页数的范围 极偶数 页面的方向来快速的筛选页面 软件的右边还有一排功能按钮 主要跟格式的转换还有导出相关 比如这个导出格式功能就很实用 可以把PDF文档导出成像 Word PPT Excel 文本 图像 还有网页等多种格式 并且如果打开的PDF文档是扫描版 也可以开启OCR识别功能后导出 如果我们发现导出成Word文档 排版有一些错乱 可以在这里选择精准布局 然后导出 另外也可以选择加密导出 可以设置导出文档的加密口令 也就是密码 最后还可以通过邮件 或者是分享链接的方式 把文档分享给其他人 对方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 就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的方式 打开我们分享出的PDF文档 上面我把UPTF的功能大致的介绍了一遍 它主要吸引我的有三点 高颜值的界面设计 应用的功能 还有它的价格 软件可以在Mac的应用商店里免费下载 只要登录就可以免费使用全部功能 并且完全没有广告 只不过免费用户每天 可以不带水印的保存文件一次 并且可以无限制的使用转换五个文件 如果想解锁无限制次数使用 当前的大版本买断的价格是328 一次付费可以终身使用 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订阅的付费方式 一年的价格是68 平均每个月也就五块多钱 可以升级到最新的大版本 很多知名的PDF工具的定价都不算便宜 比如PDF Export 中文明现在叫做PDF点睛 Mac版的售价是898 万星PDF的Mac版一年的订阅价格是198 WPS基本功能是免费的 部分功能也需要78元一年的会员解锁 而且我也不太喜欢WPS太复杂太丑的功能界面设计 所以相比之下 我觉得UPDF的定价还算是比较良心的 如果你对PDF编辑标注的使用没有那么重度 一天一次的免费白嫖机会也就够用了 最后补充一下 UPDF也是一款跨平台的PDF编辑工具 所以除了Mac版 也可以在Windows、iOS、Android上面安装使用 后面这三个平台上的版本 目前还是完全免费的 即使以后UPDF的这四个平台版本全都收费 只要我们在其中一个平台付费了 其他平台上都会免费解锁 而很多其他的PDF软件都是需要每个平台单独购买的 目前UPDF的手机版功能还比较简单 iOS版可以使用扫描仪创建PDF文档 文件管理、文档阅读器等功能 UPDF算是PDF编辑工具里的一个清流 如果你在找一款颜值高、功能好用 又不算太贵的Mac平台的PDF编辑工具 可以在Mac的应用商店搜索UPDF免费下载试试